面试技巧 自我介绍合理分配自我介绍的时间 通常自我介绍可以安排在一至三分钟之内 对于有工作经验的应聘者 首先要陈述个人的工作经验 再谈自己的教育背景及学历 最后总结自己对于求职上的想法 自我介绍的重中之重 是要证明自己过往经历适合该岗位 求职原因 你为什么来应聘这个职位 这句话是很多面试官都会问到的问题 面试者要对应聘公司背景 及职位相关信息做到提前了解 一定要根据自身条件 重点强调和描述匹配该职位的自身 已经具备的工作经历和能力 绝大多数的面试官 在对已有工作经验的求职者 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都有你为什么要离开现任公司的前台词 这时候回答尽量要客观 比如职位已经到瓶颈 职业发展需要更长远的规划等等 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一点是 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适合这个岗位 优缺点列举 描述自己优缺点的时候 要尽量做到围绕面试职位的特点来阐述 可以按照这个思路来准备 列举出自己三至五个优点 列举目标岗位所做事情需要的优点 选出一至二个前面二者皆有的优点 在面试时详细阐明 描述缺点时 面试者可以说自己对某一块边缘知识还不够了解 学历方面有些硬伤等 只要证明在这个岗位上没有性格方面的硬伤就可以 这一步的目标是证明自己优点与岗位工作特点很匹配 天生就适合这份工作 职业规划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只需要回表达清楚自己想要往什么方向发展就好 以技术岗位为例 我喜欢做技术工作 近几年要踏实的做好技术 如果我的工作表现和绩效比较好 相信公司会对我的发展有所考虑的 这样的回答大家都会很满意 觉得你很踏实上进 面试后 在面试沟通结束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向面试官表达感谢 同时表达自己通过跟他的沟通 对这个职位更加了解 也更加感兴趣 相信自己能胜任 在回家等通知时 还可以给你的面试官发一条短信 首先是表示对面试机会的感谢 其次是问一问公司对自己感觉怎么样 这样公司也会觉得你很有诚意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